新闻头条带您关心 旺中并购中加一案 已经获得公平恢复款方式通过 不过学界以及社运界的疑虑 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认为审查委员的做法是不负责任 2012总统参选人李信长 也在我们的专访中表示 旺中与中国的关系暧昧 如果中共借此进一步 前置台湾媒体 对人民来说真的是太可怕了 这个综合效益 所造成的媒体的垄断的程度 会大到无法想象 对于此案应该要秉于 良心与公正的立场寓意破绘 反对旺中并购11家 有线电视业者案 中研院学者施俊吉 特地来立院发声 担任过新闻局 有线电视审议委员 金管会主委 和三年公平会委员的施俊吉 对于公平会之前有条件 通过旺中并购案 他说 现在的公平会委员 在2013年的1月 全部要届满 要下任 NCC的委员任期只有4年 苏主委刚告诉我 说他任期只有2年 到明年而已 如果能够负一个负担 要检验这个条件 能否成立是在7年之后 而现在写下这么一个条件 我认为 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 学界批审查委员不负责任 而早即为无可蝸牛上街发声 后来又因为选总统理念 卖掉大陆事业的股份 四海游龙董事长李信长 对于中共渗透台湾媒体 很有感受 目前学界发起的 反媒体拒售联署 仍在进行 望中并购案 议论不断 也让台湾媒体环境 有了重新被检视的机会 秦桃人也的电视 傅东陈辉摩承真 台湾台报道